天气方面的萧小来关心到 受到了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的影响 气象局发布了大雨特报 而为在旅宋岛东方海面上的热低压 气象局表示 最快在下午会生成台风泥沙 不排除同步发布海景 它的外围环流水气再加上了东北季风 可能会出现共半效应 为淫风面的北部地区还有东部地区 带来致灾性的降雨 另外共半效应还可能为西半部沿海地区 带来10级到11级的强震风 雨越下越大民众出门穿拖鞋短裤 还有人撑着雨伞又穿雨衣 剧烈降雨让民众措手不及 受到热带性低压外围环流的影响 一早宜兰下起大雨 气象局表示最快15号这个热低压 恐怕就会形成台风泥沙 一旦它生成台风后 因为离台湾很近 因此最快在下午或傍晚左右 就可能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环流结构还在组织当中 所以预期在今天有机会逐渐发展 那不排除有成为轻度台风的一个可能性 那今天可以看到 它的外围环流已经逐渐接近了 我们东半部地区 加上今天吹东北风 在银峰面的北部东半部 今天雨量都偏多 而且是比较容易有下雨的状况 而周日到下周一 它的外围环流水汽加上东北季风 可能会出现共半效应 为银峰面带来致灾性的降雨 新竹一辈 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要特别留意 豪大雨的发生 苗栗以南则有机会发生震雨或短暂震雨 中南部山区将会有较大的累积雨量 而共半效应还可能为西半部沿海 带来10到11级的强震风 尤其是在我们台湾海峡这一带 风会特别的强 那在这段期间 台湾的各地区风力强劲 其中台南以北 东半部地区以及各离岛 都会出现9级以上的强震风的机会 尤其在我们中部沿海 以及彭金马地区 可能会出现10到11级左右的强震风 说到东北季风影响 下周一全台都会有感气温下降 北台湾将持续湿冷的天气 中南部早晚偏冷 平地最低气温可能降到20度以下 民众得特别留意 记住台北综合报导